关于如何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恐怕没有资格来告诉中方怎么做 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 中国人民有着特别真实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近代以来 中国遭受过八国联军和外国的殖民侵略 有着对于丧权辱国的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 就在并不遥远的二十多年前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北约轰炸 造成了三名中国记者牺牲多人受伤 北约至今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 而就在今天 我们依然面临美国伙同几个所谓的盟友 在涉江涉港涉台等问题上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现实威胁 中国也还是唯一一个 还没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正因为如此 中国一贯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终止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而美国建国不到250年的时间里 只有不到20年没有对外发动军事行动 而军事干预的民意 有时是民主 有时是人权 有时索性就用一小瓶洗粉 有时甚至就是编一个假消息 这样的国家 对于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 肯定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此国际社会看得也是十分的清楚